何不是肉迷所代表的不仅仅在于晋慧帝的智商 还在于晋朝世家大族与皇族宗亲们 完全脱离黎民百姓的荒唐作为 这种情况下无论司马炎怎么分 都不可能完全解决问题 论古代历史上最让人心痛的时期 晋朝的永家之乱绝对位列前排 众所周知 这场中原游戏以来最大的浩劫 是以匈奴鲜卑结底枪为主的内谦胡人发动的 故被称作五胡乱华 而抖制胡人发难的直接原因 则是晋朝司马皇族的内乱 虽然五胡乱华发生的原因错综复杂 但这场史称八王之乱的皇族内讧 却为浩劫的发生创造了历史条件 如果按照历史溯源的传统理论 八王之乱的源头将会直指晋武帝司马炎的三次分封 由此司马炎成为了八王之乱的悲锅侠 但任何事物都有其历史传承 细看司马炎的三次分封 不仅仅能够洞悉司马炎大型分封的原因 对了解晋朝初年的一系列大事件 也都有着深层启示 晋武帝司马炎是晋王朝的开国皇帝 但与其他开创之主不同的是 他没有自己的创业团队 也没有至高无上的威严 从这方面来说 他更像是一个守城之主 而他的守城则又有两个不同的概念 一方面他是司马仪司马昭的守城者 这两位司马家最杰出的人物 在活着的时候为司马炎开创新朝建立了基础 事实上未尽善待的所有准备工作 在司马昭活着的时候已经完成 如果不是他突然抱病身亡 晋朝开国皇帝的名号就不会落到他儿子头上 司马炎完全是站在先辈的肩膀上建立了西晋王朝 另一方面从曹操时代开始 北方逐渐整合为一 到曹魏后期 北方已经对南方的蜀汉和孙吴形成绝对优势 长期的相对稳定 使得中央朝廷形成了稳固的朝城班底 这些势力虽有变动 但从大形势上看 无论是曹操时代还是司马懿时代 朝廷中心的既得利益者根本就是一群人 更要命的是司马炎与这群人的交集并不深 由于司马昭氏突然病逝 以至于司马炎的即位显得非常仓促 要知道他在一年前才刚刚被册封为世子 短短一年时间 他根本不可能建立自己的政治班底 朝堂上那群既得利益者 继续拥护司马炎的原因 无非是他们涉于司马家族的淫威 这两大守城性质 决定了司马炎缺少了帝王最不应该缺的东西 即皇帝的威严 在这种情况下 司马炎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 火急火燎的快速继位 希望以此确立君臣名分 免得夜长梦多 他的即位速度有多快呢 从司马昭去世到司马炎即位 中间仅仅隔着三个月时间 这三个月里 不仅要准备登基大典 特封群臣 还要办理司马昭的葬礼 这放在礼仪繁琐的古代 简直就是以光速前进 为了获得各大士族的支持 司马炎采取了威望不够利益来凑的方针 各路权贵的家官禁诀 统统坐上了火箭 虽然继位之前大家都满心欢喜 但坐上皇位之后 有篡位基因的司马炎 觉得不对劲了 他看着哪个大臣 都像是未来的篡权者 加上九品中正之下的朝廷 已经完全被士族官僚控制 正所谓上品无寒门 下品无士族 简单的讲 就是有权力的人 都属于那几个大家族 而家族之间又有联姻 这对于皇帝来说 绝不是一般的可怕 一旦哪个家族能够笼络住大部分朝臣 那司马家的好志子也就到头了 毕竟司马家族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上位的 与此同时 司马家的宗室们也不干了 正如前面所说 门法的强大之处在于 同一个家族的人占据了许多官职 然后他们又相互支持 以此形成强大的合力 这种形式下 就不再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了 而是全家合力一人得道 得道的这个人就是家族的代表人物 而在篡夺曹魏江山前 司马家族就是这样一支势力 在他们眼里 司马炎能当上皇帝 是司马家所有人的努力 你当了皇帝 我还不得当个王爷 所以除去给士族勋贵加官进绝外 司马家族内部也面临分担高的问题 一面是无法信任的四家大族 一面是嚷嚷着分担高的司马皇族 司马炎这个皇帝可以说是如履薄冰 一个不小心就可能被这群人掀翻 为了摆脱这样的局面 司马炎开始了一场分封 企图以分封作为皇室的平凡 以避免未尽善待的事情再次发生 西晋太史三年即公元267年 司马炎以皇帝的身份 在司马家族内部搞了个分担高活动 但有意思的是 太史三年分封的27位驻王 既不是以司马炎为基准 也不是以司马昭为基准 而是以司马仪为基准 按照常理来说 开国封王基本上以皇帝的儿子为主 最多再加上皇帝的兄弟 但司马炎却直接追溯到了 他爷爷的兄弟辈 更惊人的是 在这群藩王里 他爷爷司马仪的孩子 并不是最多的 封王数量最庞大的 反而是司马仪之地 司马福一支的王族 即便在司马仪这一支 也是以司马昭的兄弟为主 司马炎的兄弟为次 他自己的孩子则一个都没有 这固然有司马炎的孩子 还没长大的原因 但是从这分担高的方法来看 司马家族内部的权力分布 对皇帝来说极其不利 司马炎并非不知道分封的坏处 但一面是宗室的闹腾 一面是世家大族的潜在威胁 他自己的实力又不足以压制局面 所以他就必须进行分封 以此让宗室和门法相互牵制 但这个东西明显有个问题 儿子造爹的反尚且有可能 你怎么知道你爷爷的兄弟家的孩子 不造你的反 当然司马炎并非笨蛋 他也知道一代亲两代术的道理 贤宁二年的一场重病 让司马炎感到了极度恐惧 由于太子司马中脑袋有些问题 所以世家大族一度想要拥立齐王司马优为帝 而他最信任的权臣甲冲竟然默许 宗室和士族大有河流架空广权的态势 于是晋武帝的另外两次分封便悄然而至 贤宁三年即公元277年 在太子分封十年后 这一次他在数位皇子已经陆续封王的基础上 又把自己的儿子大量封王 而其他祝侯王则有许多被改封削弱的情况 除此之外司马炎还宣布 同此以后除了皇子之外 谁都不能再封王了 其打击庞系宗亲的目的可以说是昭然若杰 司马炎敢这样做的原因 无外乎是实力对比的变化 随着皇位的稳固 司马炎已经有能力对抗宗亲世家 至少在他这一代还是可以的 不说另行禁止 没人敢造反还是能做到的 另外宗亲以前在朝中的时候 确实有很大威胁性 可一旦到了地方 看似有了封国 但这个封国却被朝廷限制的死死的 每个封国最多一个郡 这样的实力是无法与朝廷抗衡的 而且司马炎的分封也不是无脑分封 诸如藩国官员由朝廷任命 藩王的嫡子庶子都要继续分封的推恩政策 同样是充斥其中 加上皇子封国的逐渐增多 宗室力量已经不足为患 但是新的问题却又来了 外戚阳士的权力日渐增强 引起了司马炎的怀疑 为了压制士族对晋朝的威胁 他又挽起了面多加水 水多加面的平衡数 于太康十年再次大放诸王 如果说前面的封王 不过是一些十亿万户为次国 两万户为大国的小义子 那这一次就真的给晋朝买了一颗巨雷 以成都王为例 他的封地竟高达十万户之多 而其他封王也大多如此 正是这一次的超规格分封 为八王之乱打下了现实基础 晋武帝晚年的大型分封 从历史大局来看 确实难成高明之策 但如果只从逃位至永家之乱的历史来看 这却是一种无奈又无解的局面 世家大族的力量太过强大 一个不小心就会重演篡位之势 而司马家族的内部 也同样是一个缩小版的西径 蛋糕就这么大 大家都想分 司马炎只能采取无奈的平衡数 但是贪欲一旦打开就很难观赏 大家都想要分得更多 那么战乱必然到来 一言以蔽之 从逃位以来的皇帝们 不过就是世家大族与皇族攻推的代表而已 这个庞大的既得利益群体 在争权夺利中逐渐脱离了百姓 他们不仅不去寻求解决当时尖锐的土地问题 也不去解决日渐成患的内前胡人问题 最终葬送了自己 也让生民跟着涂炭 何不是肉迷所代表的 不仅仅在于晋慧帝的智商 还在于晋朝世家大族与皇族宗亲们 完全脱离黎民百姓的荒唐作为 这种情况下 无论司马炎怎么分 都不可能完全解决问题 历史极为过往 现在的已经成为过去 未来的才是现在 我是老驴 下期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